為什麼現在高鴻安隊柯文哲 他的這個塞的人不願意全盤接收 而且現在還傳出喔 這次的人事佈局意見不合以外 也傳出他們兩個有傳出口角 節目上評論新竹市長高鴻安和柯文哲 因為人事意見不合爆發口角 其媒體議員卓冠婷 二零二二年爆料之後遭柯文哲 提告加重毀謗事後獲判無罪 落幕的官司為何又被提起 因為當時出庭替柯文哲作證的 其中一位證人就是局子徐止瑜 他在法院上面要證明說 柯文哲真的沒跟高鴻安吵架 他居然講的話是說 如果柯文哲跟高鴻安有吵架 一定會跟他講 現場我跟我的律師都嚇傻了 有哪個幕僚會這樣子講自己的老闆 回憶開庭時的唇槍舌戰 周冠廷說當時局子在法庭上口氣很大 不斷強調兩人關係非常緊密 極力互主 甚至說柯文哲的任何事情他都知道 無論民眾黨想怎麼切割局子 他自己在法院上面 冒著可能會做偽政的風險 而去講出了柯文哲跟誰吵架 都會跟他講的這訊息 代表他們關係真的非常緊密 至少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他真的是柯文哲核心中的核心 如今局子若想撇清和柯文哲的關係 恐怕也會被質疑 當時停上證詞難道都是胡扯 他也被外界形容為地下主席 重要性可見一般 有議員更爆料柯文哲私下建財團 許子瑜也經常陪同 大老闆企業老闆 會在晚上七點以後進出十一樓的辦公室 當時陪在柯文哲身邊的就是許子瑜 而周刊處的爆料和柯文哲相當親密的許子瑜 手邊可能還握有關鍵的USB 外界也呼籲局子儘快回國配合調查 免得遭到通緝 別為了柯文哲陪上自己人生 三十四位王雄黃世函 台北創報道